是賣的人,對嗎? 所以我們還看不出來買會贏之前 就不要加入買的那一邊 但是你如果是從這邊看,看到這邊的話 是買的人都贏,對嗎? 所以你就會說 那我假設是從這裡買的人到現在 我還可以報嗎?可以啊 因為假設你買的夠低的話 你是可以報 你說我是長線的投資人有沒有 我們不屑做那個 不屑做那個跑來跑去的動作 我們愛台灣對不對? 如果你是在這邊做多的人 你在這邊是可以繼續留著 但是比較 如果大家都想要有那種 上天堂有那種FU的話有沒有 你如果在這邊賣掉 現在在這邊的時候你會怎樣? 很興奮 因為你少賠了這一段 所以你有錢之後你就可以慢慢看 每天看看那個報紙啊 人家到底在融資斷頭了沒 有沒有? 我們就看看那個證券 證券商裡面的那個客戶啊 如果變少了 比如說你 你常常有去證券商看盤 如果你的夥伴變少了之後 就表示 可能是一個相對的一個轉變的位置 所以我們就可以開始注意 什麼時候會有力量的表現 好到這邊的時候 是不是出現了一個長的實體 然後 感覺上 均線有沒有 也 又要上漲了 感覺就好了 我們其實操作 為什麼說可以做一個藝術 看到這個圖 我們就不覺得它會下跌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擇買進 你覺得它不會下跌 它就不會下跌 你如果買了之後還會下跌 表示你還在技術的階段 還沒有 還沒有到那個 火候還不到 但是我們就要練習 買了之後 進場之後就 設好停損 該砍就砍 也不要手軟 這就是需要練習的地方 然後已經到這邊 就覺得好像又要漲了 但實際上啊 它沒有漲 就這樣一紅一黑有沒有 所以我們錢就流進去 就黏住了 但是到這邊的時候啊 因為你已經買進去了對不對 買進去之後 其實你的停損 可能是在這邊 可能是在這邊 所以你只是在等待方向而已 你也沒有停損 你只是把你的錢 重新投入股市 到這邊的時候 成交量已經放大了 表示什麼 要很小心了 成交量放大之後 表示什麼 看法又不一致了 有人認為要上漲 有人不認同要上漲 最好是這邊成交量 可以一直放大 認同度越不一樣會越好 其實這當中都只是假象 因為這是月線 月線看起來不是那麼容易明顯 但到這邊的時候 大家有感覺嗎 到這邊的時候其實 用眼睛看都覺得上漲的機會大很多對不對 可是已經過了一年了 對不對 不知不覺已經到了2005年了 我們現在是在看圖說故事嘛 所以 其實時間過得比較快 一轉眼就過了一年 到這邊呢 這味道就有出來了 對嗎 所以假設你在這時候 你才要進入股市的人 你要選擇買還是選擇賣 你並不會因為這裡漲了一千點 而覺得不會漲 當然買下去之後會有一些 有一些不是大家想像的那樣 因為一個紅之後馬上就回頭了 那這要怎麼辦 繼續耗啊 因為這就看你的停損點設在哪邊 但是到這邊呢 味道越來越濃了 到這邊呢 成交量放大了這麼多 在這邊成交量放大這麼多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 所有這邊買的人都是贏家還是輸家 只恨我們這時候沒有多堅持一個月兩個月 大家同意嗎 可是在這邊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至少不要怎樣 不要賣出了 你手上有什麼就算什麼 你不敢買 但是你不要亂 這樣大家可以同意嗎 不知不覺已經到了2006年的12月了 然後這是2007年就今年嘛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 這個很快的來看這個有沒有 千金難買早知道有沒有 不知不覺到8000多點快9000點已經是6月了 然後已經 該賺的都已經怎樣賺翻了 還沒買的呢 心甘垂爛了 對吧 那很重要的是什麼 我們剛才講的 你如果是推球的那個人 推球的那個人 他已經把這個軌道都幫你推出來了 那你難道相信他不會上去嗎 至少眼睛看得到他不會下 這個圖告訴我們他就還在漲 還在漲就不要亂賣 那我們以前在做股票 常常就說 這個怎樣怎樣 所以先賣一趟 賣一趟之後他這一根這麼長 後面那一根更長 到了七月 七月 這一根更長 如果在七月的某一天當中 你可以看到這個月可以限制這麼大的一根 所以你如果買在這邊到這邊 你的報酬的都是倍數 不是百分比是倍數 但是很重要的是 結論是有打回頭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成交量大的不像話 成交量大的不像話的時候 表示市場的看法開始又分歧了 所以要幹嘛 閃開嘛 閃開然後就怎樣 刺激防貸風暴 對這就是刺激防貸風暴演的那一個 可是整個 如果這個時候 我們就問老師 這時候到底會不會上萬點 八月的時候 大家不是說今年會不會上萬點 在這個時間點看的時候 有沒有下跌的樣子 紅色決定的方向是向上還是向下 向上對嗎 但是有抵抗力對嗎 但是贏家還是在 多買多的這一方 所以沒有看到有實體 向下的實體之前 我們都相信它還會漲 這樣大家可以同意嗎 因為所有的那個 人家在 人家在做那個軌道 有沒有 這都是人家做出來 我們只是跟而已 所有的軌道都還在 往上啊 一點轉變都沒有 所以力量還是往上 這就是 我們欣賞K線的角度 所以當大 只是比較重要的是 你如果在前一個月 你有把你的股票出脫掉的時候 這個震盪關我們什麼事 沒有事嗎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 出成交量 我們也賺了很多錢 所以我們選擇先閃一邊 這就是用K線結合成交量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 就可以來 來分析了 後面 後面是 果然沒有錯嗎 方向維持仍然是向上的 而且什麼 力量 還是沒有 它還是有展現它的力量 長紅的實體 所以 後面 越長是越飆 前面都這樣有沒有 不知不覺 熬了一年 你很難熬 後面那個 真正飆得很快的時候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就是我們一般人的痛苦 那所以今天 聽完這個 這樣子的分析之後啊 然後 很希望帶給大家的是 大家以後 不妨可以把操作的週期 拉長一點點 你看這是一個月 一個月 如果每天看股票 多難熬 不知不覺 要看好幾年 有沒有 那個過程是非常痛苦的 那真正最 最high有沒有 八千點到一萬點 這個過程 是全民歡騰 什麼 歡欣鼓舞的時候 反而我們手上 一張股票都沒有 那情何以堪對不對 好 然後看到 看到十月了 十月是不是 你看 一直創新高 好 那創新高最重要是什麼 成交量又怎樣 又上 又上來了 上來就要怎樣 小心 所以到十一月有沒有 這一根有沒有展現出 它的力量 如果你這一根看不懂的話 那我剛才等於都白講了 好不好